在日本,年满20岁的青年男女就可以步入成人的行列 1月10号,日本迎来了成人之日 日本全国在这一天举办盛大的成人仪式 宣告年满20岁的青年男女成为新成人 根据日本总务省发布数据显示 1月10号这一天,日本约120万人步入了成人行列 从今天开始,新成人们开始享有独自订立契约 申请护照、饮酒等权利 但同时也要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 我们现在位于日本棋育县一年一度的成人式会场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排着很多 身穿日本传统服饰镇袖的年轻日本女性 她们正在等待进场,参加她们一生一次的成人式典礼 棋育县超级体育馆指定区域内 来自棋育县棋育市十个地区的上万新成人 有秩序入场,间隔落座 在庄严国歌声中开启了成人式典礼的序幕 包括企育师市长和企育县议会议长等在内的来宾 对新成人送上祝福和期许 同时希望新成人思考如何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人 另外,活跃在不同领域的棋育县名人们也纷纷送上祝福 一是最后,十位新成人代表发表誓词及对未来的展望 日本记载最早的成人式叫做圆福 相传源自中国的弱贯之礼,经过岁月的变迁 逐渐演变为当代成人式 身着传统隆重的衣装参加 可以令新成人更直观感受到自身社会定位的转变 感谢您的观感受到自身社会定位的转变